全球貨櫃航運景氣低迷 市場動能不足 運輸力最大的地中海航運 漲價計畫也宣布延期 貨櫃航商更上演搶貨大戰 不只跟散裝航商搶運鋼材 木材也和航空搶消費性電子 和大型機台 不過此時長榮確立是宣布 要大規模造貴 以配合倉位的成長 大膽擴增資本支出 訂四萬個貨櫃 還砸下四十四點八億 訂造九千八百個一般貨櫃 以及冷凍櫃等 對海運展望濃縮成十四字 寒風襲襲落葉飛 因應期盼景氣回 但消息一出 股價卻不給力 二三號長榮下跌百分之二 其他貨櫃三雄的陽明萬海 也都下跌百分之一 講真的那不是一件好事 各家都表示說農曆過年之前 他會有一波小反彈 可是過年之後 如果說該運的物價都運 該運的東西都運完之後 會不會變成利多的一個出境 接近農曆封關 還有外資放下去的效應 成交量會不斷的萎縮 航運股走弱 電子族群也疲軟 二十三號臺積電大跌十三元 拖累指數重挫一百七十一點 灌破半年線 成交量再創兩年多新低 只有一千五百零四億 預估封關之前 走勢人為區間震盪 三零圈蘇雲瓜檸檬山 台北報導 五百雲 zum吉田